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4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 就是藍絲也逃亡 據說 有大量親中的藍絲 都聲言要撤離香港 到底 親中的藍絲為什麼要離開香港呢 又 一個更加敏感的問題 可能要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討論 就是到底 所謂時代革命 有沒有令到一群藍絲得益 令到他們成為這個所謂移民潮裏面的大贏家 這種聲音 都討論了很久 爭拗了很久 我們這一節就嘗試從多個不同的角度去探討 到底藍絲也選擇離開香港 到底的後果會是什麼 又對香港 2019年的時代革命 延續下去到底 是 有負面的效果 還是會有其他效果呢 我們這一節嘗試跟大家詳細討論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以下幾種方式支持我們 付費方式請選擇其中一項 付費方式有以下幾種 包括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Youtube會員頻道 還有出席我們的直播節目 繳交月費 我們比較 Patreon 因為Youtube 就是大公司 大公司有甚麼特質呢 就是他要瓜分你更加多的財富 其實Patreon 應該沒有 Youtube吃水那麼深的 好 這個是付費模式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 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打開我們沒有被黃標的節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loop大發 由朝欣賞到晚 記得啦 跟挖礦差不多了 不過這個要手動做 挖礦程式 按個閃電鍵 它自己就來了 這裏也不是很難的 不過要打開節目清單 讓它自己播放 希望大家可以加油 這個叫做 香港移民潮為何親中藍絲也撤離 故事的主角 是一個55歲的香港商人 化名叫做Chris 他說 他完全沒有想過要移民的 說在兩個月之前 兩個月之後 他已經定居了 加拿大的溫哥華 覺得自己也很驚訝 所以 在這個案子裏面 就不是英國 我們要討論那個問題 就未必關於這個案子 Chris說他在香港土生土長 有個太太 有兩個子女 在香港是典型的中產家庭 在2019年 反送中運動 他反對暴力示威 支持 警方 鎮壓示威者 他說立場是屬於 建制派的淺藍 不要說 什麼都要自由 不要妨礙我們做生意 我們沒有飯 這個真的是人渣來的 通常不知道為甚麼 我這樣說可能會很標籤 但是真的有很多藍絲就去了加拿大 尤其是親中的藍絲 應該說親中人士 總是去了加拿大 英國 相對較少 這個人說自己心是中國 但是不是中國共產黨 但是他也不希望 中共倒台 因為擔心 因為中共倒台就會陷入內戰 但是他又看好中國經濟 又認為香港人 可以在大灣區大展拳腳 這個 真的是典型的受到大內宣洗腦的藍絲所說的東西 香港 有大量的藍媒 所謂的大內宣就是在說藍媒而已 即是你看CCTVB 你看甚麼經濟日報 香港01 東方日報 全部 就是在做這些東西 要把握 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 把握國際化機遇的方法 原來就是移民到加拿大 真是好笑 他說在 上年年底改變了一切的看法 他說12月的時候 他跟 讀中學的兒子 前往溫哥華升學 因為 香港政府因為Omicron的疫情 1月的時候 對英國 美國 加拿大 九個國家 就是全部實施航班熔斷機制 使得他們根本回不到香港 當時加拿大就是冬天 正在下大風雪 當初非常之不舒服 覺得歸心似善 但後來 打發時間 走去上雪山 做義工 上興趣班 然後認識本地 開始慢慢融入加拿大生活 於是 他就發現 就是這個地方 以人為本 活得有尊嚴 尊重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 同一時間 他覺得 香港政府處理第五波疫情的手法 對當局 徹底失望 政府和高官 就是政治正確 完全 不是為了處理確診的數字 只不過是表面上要交功課 香港防疫的恐怖畫面就一幕接一幕 將老人家 被逼在寒風之中 叫他們 就是 在這個醫院外面露天排隊 這些做法 毫無人性 你現在才知道香港政府毫無人性 然後就是 做出一個 大膽的判斷 即使換走林鄭月娥 就算換李家超上台 結果也是一樣 根本 看不好 香港未來幾年的局勢 特首換了下來 下面的政治團隊全部都是一樣的 起碼要三年至五年才能夠換掉 這個爛攤子 就會消耗時間 影響民生 說話真的跟藍絲 如出一切 每一樣東西 都說到站在 管治者的階層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變好 這些人 超級垃圾 不過不要緊 儘管 分享藍絲的角度 於是他索性就地移民 就是享受 加拿大 在香港國安法 推出之後 實施的救生艇計劃 於是在溫哥華 報讀碩士 7月入學 兒子可以在這段時間 免費讀書 最快14個月內就可以畢業成為 永久居民 到時還未連滿22歲 所以他只要給2.6萬元 加拿大紙 大概折合1.9萬元 歐元 就可以一家移民了 計成本 覺得很划算 所以大家真的要正視這個問題 你想正視這個問題 不是要去追回加拿大 要去取消救生艇計劃 而是 你要清楚地 去檢舉這些人 既然這個人說到自己 支持香港警察 他一定有證據會流出 坦白說 如果他真的沒有 整個Facebook Twitter 微博全部是 空白一片 你沒有辦法 西方世界就是如此 西方世界的法律制度 就是除了有明確的證據之外 寧眾無枉 要給Benefit of Doubt 就是如此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現實 所以就要作出認真的討論 到底 是不是說時代革命 益了這一群藍絲呢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 句子的論述是有問題 實際上一場社會運動 一場革命爆發 一定會造成了一群人成為了既得利益者 那群人 可以是黃 可以是藍 所以我們也早就告訴大家 這件事你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如果你再進一步縱容這些人 這個 就是你的責任 不是其他人的責任 我已經跟大家說了很多次了 有大量的 藍絲 就好像這一位匿名化名叫做Chris的人 他們 就是扮成黃絲 他們可能在Facebook找不到任何藍絲的證據 甚至乎可能會扮成黃絲 跟你說這個政府是這樣的 然後你看到他就說了政府兩句 覺得很開心啊 他站在我們那邊 他跟手足好朋友 請手足吃飯 這個就叫做縱容藍絲 扮成黃絲 又或者 你縱容一些人 用一個很低的門檻 就能夠享有所有 現在 得到回來的 經濟成果 包括 連黃色經濟圈 那個所謂社運 其實那個是社運圈 不是經濟圈 社運圈的利益 他們也要來 拿一碗飯吃 藍絲最重要就是有飯吃 到最後 淺藍和淺黃是分不開的 你進一步縱容他 縱容他來假裝黃 來贊取 這個 歷史上的紅樓 難得爆發的熱潮 他們當成是一個Market來的 說有市場就做吧 原來有人支持的 說請手足吃飯 就有人支持我的店舖 說要支持我的店舖 然後他就會繼續這樣做 到最後 這個做法 你就益了大量騎場派彈出彈入的人士 如果我是一個藍絲 我也是淺藍的 也不是深藍的 我這個時候 打壓機遇 我一定就是做黃絲市場的 我一定假裝是黃 這件事 就是縱容了大量的人 這樣做 到最終 你怎麼分辨他 其實是藍還是黃呢 到最後 還是要看他的言行 要看他整體的一致性 所以不用說 每次都跟港共政府說話一樣的 那當然是藍絲啦 還要問就浪費氣啦 到底藍絲移民離開香港 不先不說救生艇和BNO計劃 如果說 整體攬炒的計劃來講 有沒有益處呢 其實這個是符合的 當初 你細心想想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很不高興 覺得他去英國 去英國怎麼搞錯啊 但是這個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當初你想叫這個大三霸 要癱瘓那個經濟成果的時候 癱瘓那個經濟的時候 你想做的就是要摧毀 香港既得利益者的那個經濟利益 所以我當然不要說我贊成反對 如果你要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如果大量的藍絲帶著錢 離開香港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是一個大徹之潮 這件事就造成 香港 經濟 會陷入崩潰 到最後這個地方 有大量的人流出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不可能再成為金融中心 這個是其中一個論點 當然 第二個論點顯示 就未必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原因是 大陸正在自己進行 就是防疫封關 實際上他的防疫封關 對於他的經濟的損害 是遠遠大過 單靠那些藍絲 對這個地方深淡然後離開 所以如果你真的認真問我 我認為 其實 應該把這些藍絲 趕回香港 繼續讓他 被共產黨充公 因為共產黨充公 渣乾這個地方的速度 遠遠比單靠這班人 移民 把資金流出 所以 這個結論其實是基於 功能主義 建基於 這個 功效去做討論 不是一個原則性討論 因為我認為這件事 沒有一個很嚴重的原則 不過當然 如果他 擺明居馬 就是國安法之後利用救生艇的方式 而他 本身是支持國安法的 有證據 這樣就不同了 那你一定要向他舉報 加拿大政府不應該不做事 英國政府不應該不做事 如果你找回那些人的證據 擺明是藍絲 支持國安法實施 國安法 實施 才是使得 BNO計劃和救生艇計劃推出的 如果他是 共產黨幫充 你有證據 當然是應該將他檢舉 應該將他送回去 香港 這個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客觀分析 你要考慮一下功利 跟打仗一樣 你要考慮一下做這個行動 效益在哪裡 我認為現在藍絲不撤資 他們在香港也會被消滅 所以應該 將全部藍絲送回香港 讓他給共產黨 將他蒸發 這個就是 直至今天為止 因為時局正在變化 如果政策改變的時候 情況又會有所不同 不過這個就是今天 就著今天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經濟學 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之下 這是最好的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裏